血缘诅咒 魂系游戏中的超一流代表作 它以英国近代维多利亚时期为时代背景 融合浓重克苏鲁元素 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比黑魂更具真实感 代入感的世界 该游戏剧情繁复一会 BOSS众多 精彩的战斗不计其数 因此血缘诅咒BOSS战同样分为上下两部分来呈现 排名以战斗难度和剧情意义为主要依据 另外每个人对血缘剧情的理解都有所不同 本视频中的很多观点也都是我的个人脑洞 如有不同见解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第六名 代理人阿梅利亚 推开教堂上层厚重的门飞 里面跪着一个身着白衣的女子 缥缈的泥男空旷的场地 一场无可避免的战斗即将来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代理人阿梅利亚 俗称白羊女 治愈教会的现任管理者 这个治愈教会就是亚南兽化瘟疫的罪魁祸首 他们发明了通过注射骨神血液来治疗疾病的办法 视为血疗 通过此种方法 虽然疾病得以医治 但骨神之血侵入身体 普通人开始陷入疯狂 意识遭到蚕食 身体逐渐受磨 唯有抑制极其强悍之人 才有可能对抗这种污染 在骨神的侵蚀中保留一丝清明 阿梅利亚毫无疑问属于后者 此战我们面对的是兽化形态的阿梅利亚 她在此地是为了守护初代主教劳伦斯的遗骨 白羊女的boss形象我个人非常喜欢 有一种类似加鲁鲁兽的身姿和英气 但是这场战斗的难度并不简单 她的左右横扫范围极大 攻击欲望较强 时不时的岩石百年拳法威力巨大 作为游戏前期boss 她的血量是最让我绝望的地方 更绝望的是我的血瓶存量 这个boss我头一天晚上要睡觉没过 第二天早上用手机搜索白羊女的打法 然后就看到PS8有一个名叫杀雕网友的网友说 有个基尔打法 火服受药就是吗 有个基尔打法 火服受药就是吗 事实证明 这是我有史以来看到过的最有效的攻略 当天回家进入游戏 按照老哥的方法上去忙 直接打的白羊女毫无还手之力 打的她后跳很远给自己加血 只把一个战士打成了奶妈 头晚上过不了的第二天一把过 全凭老哥一句话 所以在此我也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感谢这位沙雕网友 第五名 重生的古神 在学员中 多方势力为了取得古神的智慧而互相争斗 也都穷尽力量试图与神取得联系 而邪恶的组织曼西斯学派则更加天马行空 他们企图利用手中的资源复活一个已经死去的古神 当学约再度降临大地 让我们看看曼西斯学派究竟会复活出什么样的存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生之古神 全血缘最丑最恶心最不知所云的boss 他完全就是由一堆骷髅烂肉烂皮烂肠堆叠而成 没有特殊的神力 主要的攻击手段就是登腿 登腿和登腿 据说曼西斯学派的复活对象是科斯的孤儿 不知道孤儿大佬看到这个东西会做何感想 这个boss的韧性太低 随便砍两刀就会趴在地上假死 巨大的输出时机让我只恨自己没有绿花草 整场战斗不时会有一滩滩烂肉从空中倾泻 不知道是boss身上掉的还是月亮上面漏的 两边楼上站着几个扔火球的阿三 但是我并没有感觉有多大的困扰 值得一提的是最后阶段的欧图环节 boss会从嘴里吐出大滩毒水迅速布满地面 如果不及时远离还是会非常的危险 综上所述 重生古神在我看来就是全血缘最简单的boss 同时也是最难看的boss 不过也正是在这次失败之后 曼西斯学派放弃了对古神科斯的追求 转而投入到了与亚丹大神的联系中去 第四名 噩梦之主米克拉什 整个血缘游戏都在梦中进行 梦境分为两种 普通梦境和噩梦 噩梦可以暂时理解为梦中梦或者二级梦境 它的特性是无限循环 眼前的这个头戴铁龙的男人米克拉什 就是此时曼西斯学派的老大 游戏中一段关键噩梦的召唤者 同时自己也身处噩梦之中 本场战斗非常特别 我们需要在诺大的城堡中追逐米克拉什 不断奔跑的身影并行攻击 简而言之就是你追我 如果你追到我 我就给你 这场战斗非常的恶心 暴自会在迷雾笼招的城堡中疯狂跑路 若隐若现 城堡的此部分结构又非常相似 每一个路口往往都是可上可下可左可右 让我这种从来不会记录又没有方向感 出门全靠手机导航的男人十分凌乱 这个混蛋还是一个人体唢呐 时不时会发出一种又骚又个人的声音 第一次彻底追上后 终于可以好好揍他 此时他的攻击基本只有一招鱿鱼手 根本没有威胁 打之半学后 BOSS假死 战斗进入第二阶段 在追逐的过程中 他会向我们泄露几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首先 噩梦会一直循环下去 第二他会说 科斯又名科斯姆 你听到我们的祈祷了吗 和你曾经为空虚的罗姆所做的一样 赐予我们眼睛吧 这些信息对于解构血缘剧情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后我们会在一处封闭的区域内找到他 从上方跳下后便可以攻击 但从这里开始 BOSS会释放非常强大的星暴数 威力极大 稍不留神就会被直接秒杀 好在攻击可以打断施法 选择贴身肉搏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 并最终击杀BOSS 在雪原的世界里 人的意识是可以脱离肉体 而独立存在于梦中 米克拉是在噩梦中被杀 他以为自己可以从上一层梦中苏醒 但其实此时他的肉体早已在主梦中风干 当一直归来时 迎接他的只有彻底的死亡 第三名 梅高的奶妈 紧接上一段 米克拉时是这段噩梦的召唤者 但并不是拥有者 真正的拥有者是一名古神 梅高的奶妈 这个BOSS如同吸魂鬼一样 身披都貌却无实体 他所看守的婴儿 梅高 同样不见踪影 但啼哭声却从婴儿车里传了出来 这个游戏里存在着一个名叫亚丹的古神 他极有可能是本游戏中最高等级的上位者 亚丹无形无误 无处不在 仅凭声音就可以使女性受孕 而此处看不见的婴儿梅高 就被认为是亚丹的子次 在雪月之后 亚丹产下了不止一个子次 为什么唯独杀了梅高 就可以结束月神的任务 为什么唯独梅高 是无形无误的形态 所以让我们大胆猜测 这里的梅高 就是亚丹本神 月神畏惧的 正是准备降临的亚丹 所以他必须采取措施 将这个后来之神 扼杀在强暴之中 本场战斗作为月神的猎人 我们就是要深入噩梦 刺杀婴儿梅高 作为高阶上位者的看护人 梅高奶妈的实力自然不足 他的六只手臂紧握锋利弯刀 刀锋在月光下闪过阵阵寒光 不管是左右横扫 还是正面冲锋 凡多的利刃都会形成攻击面 极大的剑舞 让人不敢轻易动手 当BOSS双手向上身形剑一时 黑物迅速弥漫整个空间 这就是本场战斗难度最大的黑场阶段 此时我们已经完全看不清BOSS的动作 黑暗中只有刀锋上微弱的紫色光芒 如羽毛一般飘忽不定四处飞舞 却突然之间刺向深浅 更可怕的是 BOSS有时会在黑场阶段进行分身 战斗难度瞬间翻倍 这两个分身攻击方式完全一致 攻击力也和本体完全相同 没有丝毫减弱 往往躲过了一个的攻击 却正中另一个 所以黑场阶段打双BOSS 几乎没有任何输出机会 我们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躲闪 另外 摊刀是本场战斗的大技 多数正面人招间隔 只有最稳一刀的机会 一旦节奏不对 奶妈会瞬间教你做人 这个BOSS身批不跑 但我们打在他身上的每一下攻击 都像是打在了金属和石头上面 打击感非常诡异 这也是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意义 最终 梅高的奶妈被击杀 噩梦破除 无形的婴儿随之消散 贯穿游戏始终的啼呼声 终止 第二名 加斯科音神父 优优独播剧场—— 这是我在游戏里遇到了第一个BOSS 同样的装束 同样的武器 说明了他的身份 猎人 一个发狂的猎人 本场战斗的难度很高 面对一个比我们经验丰富太多的老猎人 初来驾到的新人充满了惶恐和胆怯 神父的攻击欲望很强 兼具灵活性和力量 两个黑衣人在林立的墓碑间缠斗 空气中充斥着无形的厚重和压抑 在遇到神父之前 我们曾在街边一个透出温暖灯光的窗前 和一个小女孩对话 她颤抖着声音向我们寻求帮助 在这样一个肃杀之夜 身为猎人的爸爸出门狩猎迟迟不归 妈妈外出找寻意一去不返 窗外深不见底的漆黑虫 不时传来阵阵惨叫 孤独的小女孩是多么无助和害怕 终于她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意 她迫切地抓住仿佛最后一根稻草 拜托我们找到她的爸爸妈妈 毫无疑问 加斯科伊神父就是小女孩的爸爸 而在附近的屋顶上 我们找到了她的妈妈 以及那枚醒目的红宝石雄真 或许是兽化的村民杀害了她 或许正是发狂的加斯科伊神父自己 她已经完全丧失理智 被嗜血和兽性支配 而此时如果我们使用那个 从小女孩手中拿到的音乐盒 有那么一瞬间 熟悉的音乐会刺穿她脑中的混乱 让她忽然想起昔日的光景 但也仅仅只是一瞬 我们不得不让她解脱 最后我们可以选择让小女孩 去往附近的小教堂或是诊所避难 但无论去哪里 她的结果都已经注定 这是亚南普通人民命运的缩影 第一名愚笨蜘蛛罗姆 在拜伦维斯的观月台上 一个老太隆重的人 手提权杖指向前方 仿佛是在告诉我们 你看那个月亮 她又大又圆 这个人就是最早接触 古神研究的大能 劳伦斯的导师威廉大师 一切因她主导的探索而起 潘多拉的魔盒由她而开 但此时的她立场如何 众说纷纭 我个人认为她已经迷途直返 两神相争 拥有强大意志 智慧或是体制的人 被选出为其所用 为其代言 普通人则沦为炮灰 蒙受劫难 难道人类真的就没有 一丝一毫自己的力量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吗 不 蜘蛛罗姆就是属于人类的力量 这个相对弱小的被遗弃者 在迷宫中被发掘 后印得到善良古神科斯的同情 而被赠于眼睛 重启了自己回溯时间的能力 在威廉大师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他用毕生学识改造 并控制了弱神罗姆 望湖底于是梦境中的时间被锁死 永远循环在雪月来临的前一天 雪月不来 众神皆无法降临 事情被控制在了 不可挽回前的最后一刻 但这只是暂缓之际 梦中时间暂停 古神无法降临 入梦者皆坠入虚无 但现实中已遭受污染的人们 正在不断受化 陷入疯狂 人类世界同样岌岌可危 威廉在等待一个终结一切的人 那个人就是我 有能力击杀罗姆 即为天选之子 这场战斗就是人类筛选最前战士的试炼 罗姆的身边围着大群小蜘蛛 他们的血量不济入BOSS血条 选择清完小蜘蛛再打罗姆 直接顶着开干都可以 全凭本事 我只能告诉你们 小蜘蛛的攻击力非常恐怖 被两只连续击中 就有可能直接丧路 每当失去一定血量 罗姆便会传送至远处 并再次召唤小蜘蛛 这象征着他的时间回溯能力 在BOSS第一次传送过后 他会开始召唤陨石 一种会从上空砸下 一种会从水中冲出 伤害极大 尤其是空中陨石 中一下就是硬池 很可能会中接下来的很多下 而且BOSS特别神经 正常情况下放一波 有的时候却连着放好几波陨石 配合小蜘蛛的围角 极易翻车 而且此时的BOSS本体 也不再像之前那样傻傻站着 他开始使用肥虫压地 还有巨型暴击这样的招式 难度进一步加大 我有一次没请小蜘蛛强制BOSS 打到最后满场黑压压一片 超级圣人 超级刺激 绝对修罗难度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成功 总之 这场BOSS战如果没有使用技巧的话 真的很难 很努力 需要极大的耐心 最终在摔手柄的边缘 疯狂试探的我 终于击败了蜘蛛罗姆 夫美鲁女王的灵体现身 雪月降临 请不吝点赞订阅 雪月降临之后 我们经过重重险阻 最终击杀了无形之神亚丹的降临之体 梅高 但是隐藏在雪月之后的古神 该如何面对 教会主教劳伦斯等人 又携带着什么样的秘密 千万别忘了点击关注 收看后续内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用游戏温暖彼此 我是附魔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